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,当前南海局势保持了总体稳定,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也不存在问题。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是美国与菲律宾的双边条约。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双边条约为借口,插手南海问题,损害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。 我想强调的是,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的家园,不应当成为域外势力的狩猎场。 南海的和平稳定,关键在于地区国家坚持相互信任,团结合作,把妥处分歧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